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大跌了1807点 贯沙跌破了2万点 收在19830点 而成交量则爆出了6407 可以说是创下史上最大跌点 最惨崩盘 所以我们来看在今天 台股创下单位最大跌点 在今天光光跌停板的家数 高达800档 台积电一度打到跌停板 中场稍微打开 这是政府经常护盘了吗 台积电在今天是收在815 跌停的位置是在813 曾经一度看到跌停板 那么鸿海是收跌停 联发客也逼近跌停板 大跌了超过9个百分点 跌了99块钱 来到991 广大收跌停 我们可以看到恐慌指数 往上狂飙了超过50% 我们再来看到不是只有台股 亚洲股市可以说是血流成河 特别是日股 东正一早就因为大跌 熔断了 一度熔断 那么日股跌了 3515点 3518点 跌了9.8% 9.8% 如果以台湾跌10% 跌停板 那几乎是全场通通打到跌停板 那么韩股跌了 7.76% 费半在礼拜晚上 美国股市也大跌了超过5个百分点 该怎么办呢 这一波全球股灾来得又快又猛 要跌到哪里去呢 赶快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资人分析师连结完阿博恩赛 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谢总林 大家好 大家好 汪玛投物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金融培允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马上为您视讯联系 外博投物董事长朱成志 朱董事长 朱董你好 你好大家好 非常恐慌 该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的2024年 有一点点味道 像1990年 因为之前 我在分析股市的时候 我在分析今年的高点 当然今年到了上半年的时候 看到所有的关卡通通腿突破 当时我付出来的K线 在民国78年的高点是10843.96 也曾经崩盘崩到7887 但是后来那一波怎么算波浪都算完了 居然它能够飙到12682 那个时候就是台股最辉煌的时候 我如果用同样的模式套用在这一次的话 我们把2022年当作 类似民国78年的指数的高点 我们算出来今年的合理的位置 在21777 但是21777 现在大家觉得哇 好像一瞬间就跌破 跌破了 而且没撑 对 没撑 因为当初涨的时候 我们多涨 我们涨到24416 也就是24416到21777这一段的过程 所造成的这种效应是比1990年更加凶悍 那1990年主流是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 真正的主流股叫做金融资产 这一次主流叫做AI 而上一次他有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他是有封闭型的基金 溢价四五倍 那个是狂飙猛涨 人生只会看到过这一次 这也没有第二次 而今年呢 他的特色是高股息ETF木到爆 3月就让你木到爆 因为3月木到爆 所以4月的指数就过了21777之后 有点根本挡不住 我们也看到像今年投信 在上半年是卖台积电的 投信在7月份才开始买台积电 全部买在台积电的最高点 结果买了台积电买了多少呢 大概买了16000张左右 但是外资在7月份卖台积电 他卖了16万张 这怎么对比 所以变成了台股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头部 这个头部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重新突破的 反而现阶段可能会有一些未来意想不到的股票 也就是基本面不见得这么好 但是他可能因为筹码跟相对的低基期 会有比较好的机会 不过短线上 刚才阿关主持人特别碰到日本股市 也跌得可怕 当年在1990年台股12682的时候 我想那个我们明章兄 蔡明章兄他最熟悉了 因为那时候专门研究金融股 那时候最飙的股票就是金融 而日本的股市呢 也在同样那一年 在1989年的年底的时候 38000多点吧 那时候最高峰 所以这一次我也很担心了 日股在今天呢 类似那种熔断的崩盘 如果用上午盘日元一度升到多少 我所看到的是141.6 141.6代表什么意思 之前我们看到没多久前是161.多 从161跑到141.多 你想看这是日元怎么升的 这种升法 他的carry trade 大量的资金会转向 所以本来日本股票非常非常强 那时候4万1 4万2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呢 日本的股市 可以一下崩到3万1 也这样子崩掉了1万点 所以对台股来讲 我们仍然在面对一个很大的考验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最好 最好我所讲的不对 不对的话 如果真的按照1990年的模式的话 各位1990年之后要套30年了 才能够股市值能创新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这个长线的波浪 今天没有办法在实验当中 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长线的波浪的位置 如果现在24416 不是长线陌生段的最高峰的话 那非常担心 他有没有可能 最高峰是出现在两年前 而我们现在只是资金面的延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那会有多麻烦 我那时间要耗得很久 因为在1990年之后 各位记不记得 当时全世界也发生 一个酝酿当中的战争 也就是两伊战争 接着美军攻打伊拉克 那一段的时间 你看最近的中东 好像那种风暴 也逐渐的成型 所以这个味道是有点像 当然台股现在跟了美国的 非城半导地指数连的更老 那么这就跟AI有关 但AI有关呢 现在我们所看到 像今天盘势 是相对比较抗跌的 是世界先进啊 不是台积电啊 那这个世界先进有什么道理 他的EBS 跟联电是一样的 只不过因为高股息ETF在买他 因为这是他们的重要成分股 有筹码面的优势 但是他不是一个基本面的指标 所以基本面的指标 要看台积电何时真正的指标 而不是看世界先进 也就是台积电不指标 这个盘没有办法指稳啊 不过刚刚你特别谈到了1990年代 也谈到了两一战争 现在市场比较担心的是 外传伊朗随时这两天 都有可能会出手 一旦伊朗出手 这个盘是不是真的会一去不回头啊 那个当然是更麻烦了 因为当年的伊拉克 现在已经都没了嘛 当年的海山也都没了 莫名其妙打了一场战争 但是当时也造成股市的大起跟大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在股市啊 有点动荡的时候 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 我们人算算不出来天算 我们能够算的是 各股的营收啦 EPS啦 盆益比啦 合理的股价的位置 但我们算不算不出来 人类的战争了 这个战争跟政治 跟美国政治现在全部都绑在一起 所以就显得非常的复杂 如果以色列不是看准了现在贺锦丽 跟川普两个人好像又有点病驾齐驱 美国有点空窗齐 以色列不会那么动手 就把哈马斯的领袖在伊朗境内把它干掉吧 所以我想很多的问题啊 现在都埋在这 还不是一个真正尘埃落定的时候 但是我也必须要回头来讲 台股的基本面 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今年是非常罕见的叫做好到爆 因为我们的景气一波一波往上 并且由于啊 这个当然传出来NVIDIA的GP200会被delay 但是不管他怎么delay的问题 终究会出来的 其实最怕的是他不做 只要有做delay delay都没关系 就算是delay的话 订单没有跑掉 最怕就是四大CSP 他说他不买了 那这个麻烦大了 现在看起来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景气面是OK的 我们看到很多的 比如说IP股的 营收 台积电的子公司那个创意啊 刚刚公布7月份的营收 那个叫做好到爆 他法说会说 7 8 9月Q3都往保守 只有个位数 结果呢 7月份的年成长 30几% 比6月份成长的还多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台股的基本面是OK的 但是外在的环境 是有点诡异复杂 然后有点操长的现象 也的确存在 所以会修正 好 谢谢朱董 接受我们的视讯联系 换句话也就是说 现在是系统性风险了 真的有可能成为一波全球股灾吗 我们在现场也要好好来做讨论 谢谢朱董 所以我想非常多投资人心里 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我们列出几个投资人最想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 台股有可能比照日韩来到年限吗 年限的位置在19000 在今天收在19830点 还有将近千点 还要往下大跌一段吗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我接到融资追缴令 我到底要不要去补钱呢 第三个问题问的是 台积电一度打到了跌停板 但中场没有所跌停 外界认为很有可能是 政府出手护盘了 所以台积电在813这个附近 是好的买点吗 但政府出手护不护得住呢 这是全球系统性风险 靠政府的力量真的护得住吗 好这四个问题 来请教现场所有的专家 来请大家把你们的牌子答案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 蔡总认为第一个问题 会不会来到一万九 会哦 会 所以万九会来 不要再扩张信用 意思是要不要补钱呢 不要了 不要补钱 越超越多 台积电最佳的买点来了吗 政府出手了 看起来 还没有 台积电还没有到 台积电最佳买点未到 那政府 政府我认为不会马上出手 因为这是国际因素 它也要看一阵子 好 所以政府也会边做边看了 会不会用力出手呢 还是一个问号 我们等会儿再听 蔡总的解读 那我们来看一下昌星 昌星认为反弹 看压力两万一千点 问题是会来到一万九吗 会 会哦 因为旗子已经跌了 好来 要不要补钱 资改线 资改线那就是要补钱的意思 不是就减码了 就减码 就不要再用融资了 砍掉减码 好来 第三个问题 台积电来到813附近可以买吗 我觉得短线破800可能就会买盘了 可能弹起来的话就是区间操作了 800以下短线操作 这个问题政府互不互得住呢 我觉得互不住了 互不住啊 因为它资金是最小的 还小于投信 政府小于投信 投信小于外资 那现在外资如果要用力卖的话 那党都党不住啊 好 我们再来看阿伯塞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 目前仍走国际盘 因为昨天跌一千点 今天跌一千八百点 不是我们跌 是因为日本跟韩国一起跌 所以你认为还要再跌 不 跟着国际盘再走 好 融资既补钱啊 对 因为现在融资率跌到这样 不是120就是130 现在在那边一直担心 你补的话 你的融资维持就166.6 所以两位都说不要补钱 只有你建议补钱 我觉得说补了之后 融资维持到166.67 你就安心 至少会安心一段时间啊 哎呦 但会不会是 对对 那即使以后还要再补内 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现阶段120 130的时候的话 所以你建议补 先把新闻尊出 因为股票也跌在前面 第三个问题 你认为台积电现在还不能够摸底 因为国际盘嘛 那国际盘的话 现在到底会不会打仗 会不会怎样 它是跟着国际盘在走啊 来 最后问题 政府护盘会不会护得住呢 大家对政府都不怎么有信心啊 不然才说政府护盘通常好个 都普通普通普通啦 普通普通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谢忠宁说 有可能到年限 他现在年限是上扬的 你现在上扬的 所以万九会 所以如果说他如果下去的话 如果说他慢慢走的话 其实因为年限是上扬 所以他每天的点位会越来越高 所以如果说真的点到的话 其实点到也不会点太远 点到搞不好就会 那确实有可能 对 有可能 往下探测 融资你也建议要补钱啊 你现在这个地方 不要断头啊 你这两天基本上跌了快三千点 两天三千点 你这个地方砍掉 其实基本上拿不到什么钱回来的 拿不到什么钱回来 你这个地方砍掉的话 就等于什么 等于等于再见 你就没有参赛 好 那今天看到了台积电跌停板 短线的买点出现了吗 我认为恐慌极致到了 应该是可以抢短 可以抢台积电短 可以抢个短 可以抢短可以抢短 好来 护盘你说长线一定 长线基本上政府护盘 长线从来都是成功的 只是短线上有时候怎么样 有时候就是又掉下去了 所以政府护盘的时候 股票市场进来的都是要赚钱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他会护盘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他认为 所以你认为政府护得住 只是别人指望他一次就护住 对 因为他的钱 本来是慢慢打进去的 给他一点时间 好来 应量的答案是 往下回车年线 YES会 对 也建议要补钱 这一排都要补钱 对 他今天可以分批买 分批买 政府护盘有帮助 但护不护得住呢 就是短线跟中英哥讲 短线可能护不住 但以长线来讲的话 国安基金应该是很少赔钱的 但是我能够等到长线吗 我会不会到长线的时候 我一定断时分讲 你就是尽量 限股 限股跟他拼的 用限股跟他拼 因为现阶段来讲 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它是有些系统性风险 这种不会每天发生的 一过之后一定会抢坦 但是就怕它真的会发生 所以我们回来讲 系统风险 现在最大的恐慌 来自于这两天 伊朗真的有可能出手吗 对 所以战争的阴霾 笼罩全球 因为亚洲的国家 包括我们台湾 都是依赖中东的原有 所以一旦中东 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 亚洲的国家受害最深 所以今天你看 日本跌那么多 南韩 台湾 多少都有这些因素 跌到熔断 那真的是已经恐慌极致了 对 没办法 我们的骑货 是不是现货收盘之后 还打到跌停板 对 今天台子骑 在现货收盘之后 也打到跌停了 跌了两千一百多点 所以表示说 短线是极度恐慌 那极度恐慌的时候 大家也不用怕 极度恐慌就会反弹 所以我觉得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还在下坠的过程 这个刀子怎么接呢 对 所以这个战争的因素 当然这个现在很难预估 但是我认为一旦爆发了 也许当下很惨 但是这个礼拜的话 有可能就会出现 跌身后的反弹 那因为以色列 连续在企业底 击毙的两个 哈马斯的领导人 尼巴伦真主党的 这个高阶的指挥官 所以现在伊朗 跟这个尼巴伦真主党 坐不住了 誓言报复 而且是在我总统的旧旨典礼 就在我的首都 就在我革命卫队的地盘 我的国家宾馆 把哈尼亚给杀了 现在怎么样报复 一般认为就是说 伊朗会像4月13号那一天一样 对以色列的本土 发射了无人机跟灰弹 那一天的话 发射了300枚的无人机跟灰弹 但99%都遭到拦截 听说美国出动战机 美国出动战机的话 还没有打到伊朗的本土 就把它拦截 关键就在这里 那一次伊朗算是活先来了 还事先提醒 预告 所以我什么时候要出手 所以英美都出动战机 帮以色列拦截 那么如果这一次伊朗 没有事先预告 事先警告 拦不拦得住 那就是未定之天了 没错 那一次还预告 那次活先来了 我打你还预告 而且打不是 以色列很重要的那个地方 那现在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伊朗的报复 它的剧本是这样 会用4月13号那个剧本 但是不确定 我没有预告 再过来我可能会协同 尼巴伦的真主党 一起攻击 复仇者大天宫 8月4号 这个以色列的北部的话 就三十几枚 从这个尼巴伦射过来 应该就真主党射的 那个火箭就已经空袭警报 大作了 所以现在美国也很紧张 美国你看 美军的中央司令部 中央司令部 他就负责中东的这个情况 他的司令 现在已经抵达中东 但第一个要先进以色列 还有这一次 他特别会造访一个国家 约旦 那你说约旦关什么事情 上一次 这个伊朗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听说约旦有帮忙 有帮忙去拦截这个伊朗的归弹 然后另外一个 约旦的领空 让怎么样 美军可以在这边领空 这个来进行任务 所以这一次 这个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 就是要去说服这个约旦 这一次我们也一起来 再过来很重要 你看美国那个航母战斗群 这一次 已经stand by了 罗斯胡号本来是负责的 现在你挪到那个波栓 但罗斯胡号上面 有四十几架的这个战机 那现在换成了什么林肯号 林肯号的这个航母的 打击群的话 威力很强 所以这摆明 放在这个地方 让伊朗 你要不要报复以色列 你要报复的话 你可能 我美国也要动手 还得了 万一美国对伊朗动手 你看你股票要怎么跌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假设 以色列跟伊朗 我们都还没有把那个剧本 说美国也进来打 因为你看到欧乌战争 美国还没有亲自卷入战争 这场战争如果美国卷进去 那就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就升高了 川普就讲这个 除了台海危机以外 他说这个地方也可能世界 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且这个会对美国的那个大选 有关键性的影响 你知道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你现在打以色列 美国又去打伊朗 我觉得加进这个 万一加进这个因素的话 真的难以预测股市的地点 如果美国卷入战争 那就不是年限可以解决 对 然后现在有一个指数 拉紧爆 披萨指数 什么叫披萨指数 他们知道 华盛顿特区的话 爱工在那个地方 五角大厦 就美国国王部 也在那个地方 将有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家没时间出去吃饭 叫披萨的外卖 美国人最爱叫那个外卖就是披萨 叫来了以后 那个华盛顿地区 在政府重要的机构旁边的 披萨店的订单激增 因为代表有大事要发生 有人真的拿那个截图 你看那个截图 他说 那个附近有一家的披萨店 那个订单增加了 增加了以后 但是那个酒吧的生意不好 表示大家都在加班 披萨指数增加 酒店生意瑞减 代表五角大厦 现在忙得不得了 你不要小看 你会觉得说 我财经你还给我拿披萨来讲 不是 这个披萨指数非常准 准到什么 美国不是入侵阿富汗吗 还有1990年的波士湾危机吗 这么重要的都是在中东 都中东发生大事 披萨指数准确率100% 你那时候去看什么股票 看什么债券市场 恐慌指数 远不如 披萨指数 披萨指数跳起来 哇 大事要出来 在外你可以看 礼拜天 这个的以色列的股市 特拉维夫 以色列他们的礼拜天是有交易 那礼拜五礼拜天 反而是礼拜五跟礼拜六是修饰的 你看他那个指数 TA35指数 特拉维夫指数 大跌2.5% 你看那枝有一个缺口 是 旁边那里有一个缺口 我们来看 这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跳空缺口 对 那这个表示说 以色列人也在怕 开始要打了 可能最快就8月5号 所以国际的航班 现在到以色列 到尼巴伦 都停了 而且各国政府都告诉他们公民说 你最好赶快离 你赶快去买机票 赶快离开 这些机票也拿来买 根本买不到了 没有 政府是这样 我有给你散尽责任 给你警告 你自己又没买到 又慢慢买不到 那你到底是事 我觉得政府会从这个角度来 这个思考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财经面 除了油价以外 黄金 再过来就印价 你看一下 今天大盘跌8%多 货柜山雄 长龙央面 万台 你来看跌幅 少于大盘 相对抗跌 对 就比如说 这个长龙跌6% 谈到阿关公 今天上市贵 还有800间跌艇 800档跌艇的意思 就平均三分之一 就三家的上市贵 就有一家是跌艇板 所以你今天假如跌个5、6% 那是很抗跌 所以长龙、杨敏、万海 就在等这个 因为你一旦中东 以色列、伊朗一打 那不用讲 印价可能要几速反弹 那蔡子我们再看一下你的白板 那你为什么认为不要去补钱呢 为什么不建议投资人 干脆跟他补成现股 跟他长期抗战呢 我觉得要补的股票 都不是未来会涨的啦 干脆你要另类思考 你现在下来 比如AI 我刚才看 我怕人 月盘 美国的夜盘 你知道回答跌多少 跌14% 夜盘跌14% 博通跌14% 你知道 AMD跌12% 美光跌10% 台积电今天 撥这个9% 你就刺成这样 万一今天晚上真的回答 又给你跌10几% 那你怎么盘算 你明天去补吗 所以这一次跌的 都是跌这些 过去涨多的AI嘛 你要补 补了这个以后 如细嘛 因为国际的因素 你看不到 你不如把这些钱 拿来说做 我告诉你 股票是这样 下一个波段 虽然稍微缓弹 但是那个主流 会全部换人 你为什么不找新的主流 另起如照呢 好 我们现在赶快插播 现在是下午的2点43分 刚才能特别提醒 现在纳达克期货 也就是电子股为主的 纳达克期货 现在大跌了 在美国股市 大跌5个百分点 所以在今天晚上 仍然不妙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昌星 昌星我看到 你刚刚特别谈到了 你也认为这时候 应该减码 甚至认为政府 在这个时候呢 要互不太住 这跟巴菲特卖股 冲击市场多头信息 应该息息相关吧 因为你知道巴菲特 是一直鼓励 要大家长期持有 那么巴菲特 在这个时候连他最大持股 而且最有信心的苹果 都卖掉一半了 我觉得这是这个周末 其实压垮头的 最后一根稻草 就大家觉得 全村的希望是苹果 结果没想到Q2 巴菲特底下的 波科加基金 卖了50%的苹果持股 一半 全部套现 套现套了 755亿美金 所以我先跟大家 盖一个概念 巴菲特是长期持有者 所以他卖的股票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卖的股票不是说 卖的马上会跌 可是在上涨的过程中 他居然持续的减码 那第一个我要告诉大家 表示说巴菲特看到后面 认为后面怎么样 相当的不妙 所以他会持续的减码 所以其实在巴菲特 减码的过程中 大家在问 苹果不是不错吗 可是巴菲特持有的科技 类股只有苹果 那大家去看 认为什么样 如果苹果在大中华区的 什么大中华区的销售 开始下降 有可能怎么样 接下来是不是播客下 也在第三句 持续的卖苹果 如果苹果签后 那大家知道 科技类股 最后一个什么 最后一个堡垒就在苹果 那就有可能怎么样 苹果第三季到第四季 相对的就会比较弱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家看到 巴菲特过去也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价值投资者 所以他喜欢金融股 可是在第二季一样 他去大卖美银 Bank of America 那事实上他什么 卖了38亿 那现在持股降到12% 那他事实上是怎么样 大涨大卖 那就有分析师讲了 过去的巴菲特 他热爱银行股 但是他从美银 还有摩根大通 还有富国银行 都在这边减持 所以大家知道一个重点 银行股在今年 其实也是涨蛮多的 所以银行股被巴菲特减码 然后我们看到科技股的 Apple也被巴菲特减码 所以这个礼拜 就是在这个六周末的时候传出来 巴菲特不为减码之后 今天整个科技股 我想就会遭到这样所谓的 长期持有人的减码 也会下一个重拳 好 那我们插播一下 巴菲特他是一个长期持有者 他不是没有减码过 但他这么大幅度的减码 通常是背后代表的是 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 比如说他过去每一次 大减码的时候 都减码得很神 包括2008年的金融海啸 他很早就卖了 卖了之后还去买卖权 后来在金融海啸回补之后大赚 对 所以说我先跟大家讲 巴菲特会这样卖 大家先了解 现在波克下的现金是持有九兆 所以大家一直在笑巴菲特 你过去一两年都没有赚到科技财 但是他持有现金一直拿了很多 那拿了很多之后 巴菲特只讲一句 我的巴菲特指标现在已经到一百八了 所以股市的估值过贵 好啦 那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就是 开始卖股票之后 我们先说说历史 巴菲特因为他持有的部位很大 所以为什么叫股神 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前三天 他就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 好厉害 卖掉之后大跌25% 大盘大跌25% 然后整个都崩盘 那这是比较远 比较近的是2008的金融海啸 我认为其实巴菲特是这样 在上涨的过程中 他会开始减码 而且他在衍生金上 因为他要避险 所以他就买了很多的看跌的企业 就买了卖权 就买跌 那买跌之后 把他的股票又卖掉 顺势崩盘 他的整个的卖权 赚了什么 24亿美元 如果观众朋友 你对这种所谓企业选择 比较了解的话 今天因为是大跌 一块两千 企业大跌两千点 所以选择权也有从三块标到什么 标到一千多的 就是基本上也是标了好几百倍 基本上是这样 三块标到一千多 卖权 对 卖权标到一千多 所以说基本上 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做 只是告诉大家 现在是恐慌时刻的什么 开始的一个进行式 所以巴菲特做这样的解码 我认为对苹果 对银行股来说 要特别留意 但是资金跑到哪里 我认为大家要特别留意 最近的公债殖利率大跌 各位看左边 我认为公债殖利率大跌 现在反过来 不是反映美联储要降息了 而是反映大家在买债券 买债券买多了 所以债券殖利率就下跌 这个刚刚要反过来 因为现在沟奇那不一样 所以卖股票买债券 买债券买得多 殖利率就下跌 那再向美联储要降息 所以最近的债 今天其实翻红的是债券 好 但是我们回来谈 因为巴菲特卖了苹果 所以台湾平盖股 该怎么办 那今天红海打到跌停办 对 我觉得其实大家观察 现在的这些所谓的概念股 包含红海应该是这里面 算是最强 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 它今天也是跳空跌破季限的 所以我提醒大家一个重点 包含大利光 红海跟郁金光 这一类跟苹果相关的大型全职股 基本上还没有出现 落底讯号之前 在这里不要去谈平 你等它反弹 你等它反弹 因为现在听到 我有几个朋友他们说 用股票期货或是融资操作 所以你就不建议去补钱 你建议还是要减码 对 因为我觉得科技股的减码 应该是怎么样 如果反弹 它对弹的相对比较低 那么是要学巴菲特现金为王 把钱放在口袋比较安全 对 而且或是说买一些币钱 你看今天涨什么 日元 黄金 对不对 日本一天我今天是绕赛 大跌 对不对 那相对你看日元跟黄金的相对比较强势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呢 一要嘛用现股买 因为不要再用农资买了 第二个就是怎么样 你把钱放在现金减码 或说买一些避险商品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大盘的恐慌还在进行适中 你不要看这些瓶概股跌得很便宜 就进去抢 因为这些我们问过同行 基本上今天都是断头卖鸭 断头像有人买 红海用农资买的 用股票去买的 今天都断头 今天打到跌顶 红海好不好 好 公司好不好 北比是不是低 可是短线他就是弱势 所以短线不要去抢他们反弹 我认为短线要减码 这些都是瞎嘴的刀子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阿伯恩塞的 我再看一下阿伯恩塞的答案 阿伯恩塞认为去补钱 因为先会跟他拼 但是台积电先不要摸底 对于政府护盘 其实是没有什么信心 但是我们回来谈 刚刚其实蔡总特别提起 NVIDIA现在在夜盘崩盘式的大跌 目前我们下午2点50分 这个时候NVIDIA是跌了14% 所以对AI族群来讲 NVIDIA就是AI的多头领袖 那么现在传出NVIDIA的货要 延迟出货不得了了 对 因为NVIDIA的话 是前尊的希望 是AI的希望 结果有一个刊物的话 是一个科技的专业刊物 这个叫The Information 他说据列部的消息 这个辉达已经通知微软就说 因为我在设计方面 因为他这个叫议息 就说所谓的工程设计的一个变更 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从设计后到设计中 到设计前全部要更改一次 所以这样的话 可能要三个月后 这个东西一传出的话 整个辉达的盘后的股价的话 就呈现一个大跌的格局出来 那其实这个问题主要是 我们看字卡的部分 它这个是 OVIDIA设计端的瑕疵 还是我们台积电 制造端的瑕疵 对 它有两个东西 到底是他们那边的问题 还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回答它有两种东西 第一个叫公版 公版的话是它设计 给大家做参考 这就是公版 另外一个客制化的晶片 客制化晶片说 比如我替微软设计 我替这个亚马逊设计 替Meta设计 它现在出的问题的话 是替微软设计 里面在光照的部分的话 有一些瑕疵 是在微软这一块 那是不是其他像Meta 或者是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 所以刚才台积电没关系就对了 不是我们台积电的问题 是回答它设计的东西 替所谓的微软设计这一块的话 目前有一些问题 所以不是我们的制造端出的问题 但是还是会延后出货 不管谁的问题 最近的这个订单恐怕是出不了货 对 第一个的话是这样 第二个的话 又有一个媒体 这个一个媒体是讲所谓的设计的问题 另外一个媒体是认为说 封装测试有问题 那就是我们台积电的问题 对 COAS 因为COAS过去的话 它叫做S S的话是一个系中介板 就好像铁钉插进去这样的味道 未来的话就是要用一个COAS L COAS L的话就是你插进去 下面你再用铁丝去绑那个铁钉 那个东西的话会叫做晶片互联的东西 它之后的效果的话会比较好 结果这个所谓的外电的一个报导 就是说COAS L的良力 没有达到所谓的这个满足点 所以原则上要改成COAS S 那这样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过去COAS L的话是两个CPU 八个HBM 那如果改回来COAS S的话 就是一个CPU 四个HBM 等于你的单价就会大腹下降 你的需求就大腹下降 所以你可以发现本来它的规格是两种 NVL36就是36个GPU 另外一个叫NVL72 就70个GPU 现在改版了改版要改成八个 16个36个64个 这显然这样一比较的话 那个GPU的科数的话就会减少 GPU的科数减少 那对未来挥打它的营收跟获利的话 就有下调的一个空间 就是因为这样造成的话 所以现在有两个可能 这个到底瑕疵是出在设计端 还是出在封装端 那么如果出在封装端 就跟我们台积电有关了 出在设计端那是NVDA的问题 但不管是谁的问题 都可能会造成延后出货 所以我要问 因为这次出问题的产品是B200 所以他们后来推了一个B200A来应急 但我要问B200如果延后到明年第一季才能出货 对NVDA也好 对台积电也好 包括连红海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的话 马上Mont Stanley出一份报告 中信里昂出一份报告 海东证件出一份报告 这三个报告 马上返回 要来解读 Mont Stanley出一份报告 中信里昂出一份报告 海东证件出一份报告 这三个报告的话马上返回 要来解读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下来 它是明年第四季就十一月 今年第四季十一月十二月一月 本来是今年第四季可能要延到明年第一季 对对 所以原则上第三季第四季没有影响到 那第二个重点是这样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不是 第四季怎么没有影响到 它本来是预计在第四季要出货的 就是十一月十二月跟一月有影响到 影响的话大概是七个percent 但是第三季跟第二季的话是没有影响 对 第三季跟第二季没有影响 第二季还是季生25% 但第四季有影响 第四季季生5个percent 但第四季影响有 但这大概七个percent 七个percent 引收来讲会有影响七个percent 但是它用地归的嘛 所以实际上等于就是说 可能影响就3.54个percent 左右就没有想象那么大 这是第一个 好 这个事情发生了 是生产B200A的话 这对台光店有利 因为当时台光店就是 所以它现在拿了一个替代产品 就是说好 B200没有办法出货 我现在生产B200A来应急 对对对 那以前因为B100跟B200 大部分的订单是被堵三拿走 所以现在回到如果B200A的话 就等于是回到台光店 台光店的话是比较有利 那再来的话是因为 B200A它是低规的 低规的话它用气冷室 GP200 B100 它是用夜冷室 那改回来气冷室的话 对散热就不利了 对散热就不利 但是因为公版没有问题 公版没有问题是客制化晶片 我听你微软设计可能有问题 Meta不知道 那其他人就会赶快来 那我用公版 公版没有问题 至少你未来设计可能要 多久时间 是两个礼拜或三个月 那是以后的事情 但我现在要用 我用公版 那用公版我就去抢红海的货 所以其实它对红海是利多的 对红海反而是利多 反而是利多 因为我公版我现在生产 好那我们回来红海 红海今天是打到了跌停版 当然第一时间大家用利空来做解读 但阿文塞说反而是利多 那股价今天打到跌停 这个地方有反弹的机会吗 对 所以它如果不涨的话 其他股票就不涨 因为它是这一次消息面利空里面 这两个的话是受惠最大 台工电跟红海 红海 但这两个里面最有支撑 因为可能受惠程度最高的话 是在红海 因为公版会抢 大会抢公版 那抢公版的话 所以变成我说红海如果不涨 所以现在前出的希望其实不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现在是国际盘 现在前出的希望变成红海 红海如果说今天你是收惠股 你开始反弹上海的话 大家才会跟着你走 但是你红海还是一滩死水的话 我想整个大盘的话 可能还是没有所谓的 V型反转的一个力道 好我们也提醒 NVIDIA的B200延后出货 一个季度要持续关注 这个消息面最新的变化 那么来看一下宗宁 再看一下宗宁的版 你认为这时候可以强短台 对 短线上可以抢个短 因为其实像这一次的 台积电如果这一次的GB 对不起 这一次的B200 然后出货 适应我们台积电的封装呢 如果适应我们台积电封装 还可以抢台积电吗 其实像刚刚文赛 是不是讲了外资的报告 对不对 外资报告其实我也看了一些内资报告 其实大家都说影响不大 那这样影响不大的话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可能就是市场上的恐慌 这么样掉下来了 那其实如果说以这一波来讲 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主要就是利空 它全部都怎么样 全部都集中在这几块 那其中在这几天的这个时间点 那集中这几天时间点 我们去想想看 这一次是有什么 像之前什么欧债 或者什么什么金融海啸 它从上游 最上游的货币市场出了问题 然后一直烧到再次 一直烧到股市 其实没有 这次只有股市自己在那边乱七八糟 然后上游的货币跟再次 其实是没什么问题 你刚刚讲的没错 是所有的利空 快速集结在短线上 这几天 全面发酵 所以三大法人的操作呢 在今天我们现在操播一下 三大法人今天卖超 一千零五十亿 一千零五十亿 这比上礼拜还多 上礼拜九六六嘛 外资嘛 那如果今天的话 今天主要也是外资卖呢 今天外资卖六九九 三大法人总计卖 一千零五十亿 那我的看法是 如果说你把这一天的这个利空 你把它分解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天的利空 它是有对应解法的 你知道吗 比如算第一个 像美国的经济数据不加 这上礼拜我公布的嘛 对应解法 我相信连把我自己都吓一跳 因为七月三十一号 他在开那个联准会议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讲到 那个失约率的问题 就是旧约市场问题 他还在讲什么 他还在讲那个通膨 结果呢 就没有想到飞浓出来 对 结果 变过业劲 跟通膨没关系 就有掉下去的 但掉下去 基本上九月份把交降息 反正旧约市场比预期的糟 对 那现在基本上 然后再加上中东有可能爆发 比较大规模的战争 对 这个是比较让大家 应该是今天市场上 最恐怕的是这件事 但是我们说是知道 四月份是不是发生过 对不对 发生过有没有打起来 有啦 有互射飞弹一下 但是为什么 后来射飞弹就不得了之 因为这两个国家 实在太远了 伊朗跟以色列 中间还隔了伊拉克跟叙利亚 你飞弹过去 飞到一半就已经被锁定了 你到人家门口 就被拦截了 两边都是一样的 所以除非像什么 伊朗跟伊拉克两边就是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有边界 这两个国家是没边界 所以射飞弹 说是知道 所以我的看法是 有可能就跟四月一样 就是飞弹射一射 然后就不得了之 应该可能就是这样子 跟四月中 你认为有可能跟四月中一样 因为这两个国家实在太远了 再来就是第三个 就GP200延后 其实不管是内资或外资出的报告 都说其实影响不大 因为它只是延后而已 就是公版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你那些客制化的会 delay一季 但delay一季的话 其实需求还是非常强 后面排队还是一大堆 所以只是什么 只是帝延的部分 再来就是之前大家所诟病的 融资 融资没减 已经跌10%了 两万四 要两万二了 结果融资都没减 我相信今天融资应该减很多 如果说今天 因为被迫减吧 对 被迫减吧 如果说今天融资还没有减很多的话 因为今天我有杀问一下 今天一夜员都在干嘛 打电话吹脚 全部够了赶快补钱 如果说今天没有补的话 应该就是明天早上都断掉了 所以这两天融资应该会减很多 所以如果说你把 这几天的利空 那这两天有没有机会反弹一下 我认为基本上是有的 因为你看这个部分 这个是台股对不对 其实台股的话说真的 那台股下是不是不能手痒 台股的话你就抢个反弹 还抢反弹 我是敢抢反弹的 因为如果说你朝这边来看的话 台股下是不是要卖 其实这边还是有人互盘的 你看投信一直买 政府有没有在买 政府也在互盘 只是怎么样 你刚才叫我们不要相信政府 没有 我说长线是OK的 短线上有时候会被套 哪有办法跟他拼长线 咱们身家也没那么多 所以短线上 我认为基本上是有机会谈的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0050的部分 因为如果说 我们从0050来看的话 过去有没有那种大跌的时候 过去有大跌的时候 但是你可以看 像今天0050崩下来 是不是出大量 这两天都出大量 那出大量的话你看之前 就打下来的时候出大量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他有一次也是打下来出大量 有一次0050每次只要 那种大跌 急跌出大量 通常怎么样 通常都是低点 所以我认为像今天部分 又出大量 所以随时有反弹的机会 我认为随时有反弹的机会 因为今天已经差不多 开到年线了 所以年线这边应该是 应该会谈一下 好好 那个谈一下到底要买 还要卖呢 还是再问一下好了 来我想观众朋友 现在真的是心慌慌意乱乱 来 认为 有机会 在短线上出现反弹 但反弹要站在卖方的 请给差 站在买方的 请给圈 抢短的给圈 认为反弹要卖的给差 请举牌 来 来 反弹要卖的 有两票 蔡总说要抢反弹 来 三票抢反弹 我先来问应亮 应亮 你要抢反弹 我先看一下你刚刚写的白板 你刚刚白板写什么 来 认为这个大盘呢 确实有可能跌到一万九 但是你今天要补钱 台积电分批卖 你比较相信政府有机会 让盘给互助 没有错 因为他还是有 你刚刚也投了圈 认为如果随时有反弹的契机 可以抢短 是吗 对 因为是这样子 其实这波大盘的下沙 如果我们是走A B C波来讲的话 这边从二四四一六跌下来 这段跌了两千五百八十二点 那低点是在二一八三八三 所以弹起来逼波很短 逼波大概只有两天而已 再往下灌 如果是一比一等距的话 大概低点是落在一九二五一 所以真的非常有机会来到 非常有机会 而且一九二五一来到哪里 就是来到四月十九号 这个低点 这个地方 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九二九一 然后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美国 纳斯达克期货盘是跌的 对不对 他打下来跌五趴 打下来是其实是有收缴的 而且那个位置点打到哪里 就是打到纳斯达克 所以你因为打到一九二五一附近 有机会谈一下 对 他是有机会谈一下 所以要强短是抢在这里吧 是不是这个地方 所以明天 明天 明天很有可能看到 因为明天如果再跌个六百点 融资断头差不多 你不要乌鸦嘴好不好 有可能 再跌六百点 他会很快就下 然后马上就咻就上来了 所以不要怕他跌 他如果跌就来 蛮怕的 蛮怕的 因为很快 因为如果来到这地方很快 因为为什么来讲 你看过去的一个跌点来看的话 如果是八月号来看 这一跌一千点 今天他最大点 那个我之前还没有补上去 那这一千点 这个还没有出现 那你看四月十九号 他跌七百七十四点之后 后面一个礼拜谈三趴 一个月又谈八趴 那七月二十号 但是延续现在 所以现在是跌的 那你看前两次 两千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号 跟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号 其实一个礼拜后 甚至半年之后 其实股市都是比较正向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觉得跌到这个地方 大家也不要过度悲观 跟他拼的 你就换线股跟他拼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 就是可以多多反 音量说的不是阿冠说的 我讲 音量说跟他拼的 不是阿冠说的 不行的话 好 再破底再下去好不好 我请一百分鸡牌 门口我们直接放 你说破哪里 请一百分鸡牌 破一九二五一 应该请一百分鸡牌 我们门口里 在我们三里门口发 门口三里门口发 一百分鸡牌 破一九 盘中点到算不算 明天 还是以收盘为主 收盘为主 有可能会 收盘如果跌破一九二五一 明天 明天好不好 一百分鸡牌 一百分鸡牌 制作单位什么时候要 跟我讲 我马上发 先把钱留下来 还是要解一下F4 F4来讲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 台积电为什么可以分鸡牌 我们看下一张 台积电其实他也是跟大盘 一样走A B C波下杀 那这一波来讲 跌了一百六十五五块 那所以以C波等据来测的话 应该是八零四到 八零四这个地方会满足 那这个点位其实呢 差不多也是落在 当时这个地方 而且你注意 在四月十九号的时候 当时这地方也是出现大量 大量之后隔天呢 应该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这地方量很大 出现大量之后 隔天虽然有低点 可是马上就拉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OK的 那侯害来讲也是A B C波下杀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也不用过度悲观 好 刚刚稍早呢 下午三点之后呢 证教所出来开了记者会 已经有最新说法了 说在必要时会采取措施 这样有说跟没说的同样 必要时采取措施 你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要看明天 也就是明天如果不崩盘 不写崩 他可能就再看一下 那如果再崩盘 写崩才会有措施是吧 对啊 坏之也就是说 如果明天再大跌 政府就会出手了 就有反弹的机会了 可能净空令 类似这一种的 那你刚刚为什么认为 可以强短 其实两个理由 第一个 我讲过要跌到散户会怕 证教所出来开了记者会 已经有最新说法了 说在必要时会采取措施 这样有说跟没说的同样 必要时采取措施 你什么意思 他还要再看 也就是说他要看明天 也就是说明天如果不崩盘 不写崩 他可能就再看一下 那如果再崩盘 写崩才会有措施是吧 对啊 坏之也就是说 如果明天再大跌 政府就会出手了 就有反弹的机会了 可能净空令 类似这一种的 那你刚刚为什么 认为可以强短 其实两个理由 第一个 我讲过要跌到散户会怕 今天会怕 所以你可以看 八百档跌停 然后台积电跌停 这不是每天可以 这十年才一遍而已 台积电多久才有跌停板 上一次是金融海啸 我告诉你 金融海啸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十几年前 再过来我讲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引爆点是 辉荣就会报告 对 但下一次的辉荣就会报告 现在最重要的 经济数据就是就会报告 对 已经不是CPI了 因为铁定要这样洗了吧 下一次的辉荣就会报告 是九月六号 所以有空窗期 对 所以短线几点了以后 应该有反弹 但重点是 没有人会当圣诞老公公 你落得很沉的高票 我这次反弹走 我很空閥 那你认为要抢 我帮人家去做解套 不可能 所以台总你刚刚给圈 认为随时有机会反弹 而且可以抢一点短 那抢什么 我告诉你 要抢之前没涨的 你看今天联电就不会跌停 对不对 YTT特别 旺宏还盘中欢宏 我跟妳讲旺宏华邦 联电是以前 大家觉得绩效最不好的 我跟妳讲 现在主力会急救这种高票 你知道 那战争开打的话 那我就拉 混归三雄 反正你手上都没有了 但你们都套得挨挨挨 大家都觉得 所以AI这种都绝对不能抢 我告诉你 盘中抢 当天就当冲掉了 你不要留两天 那我告诉你 当冲的技术要很 那没办 你要抢 那你手脚不齐钱的话 那真的不能抢 那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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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